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分别签署第122号 第123号 第124号 第125号主席令 第122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37次会议于2022年10月30日修订通过 限于公布 自2023年1月1日起实行 第123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37次会议于2022年10月30日通过 限于公布 自2023年4月1日起实行 第124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蓄募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37次会议于2022年10月30日修订通过 限于公布 自2023年3月1日起实行 第125号主席令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37次会议于2022年10月30日的决定 免去陈文青的国家安全部部长职务 任命陈一新为国家安全部部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